遇到路边的小猫小狗该如何是好 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民众发现了一窝小黑狗落单 紧急通报后成功救出 听起来好像没什么大问题 但在兽医进行检查后 发现这群不是小黑狗 而是一窝红狐宝宝 可以看到这位小宝宝看起来相当活泼 外观几乎跟幼犬没两样 而经过兽医检查后才发现是红狐的宝宝 说一推断狐狸妈妈可能出完觅时 赶紧放回原处才是上上策 红狐又叫做火狐 被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无为物种 通常以家庭为单位组成小团体 雌性红狐一般不会抛弃后代 圈圈的孤儿幼崽十分少见 所以小狐狸宝宝们肯定能平安顺利的成长茁壮